鹏羊早饭 民国年间,在西安又以富贵人家 这家主人周先生一年近四十岁了 都还没有一个儿子 哇,这户人家可真有钱啊 瞧这间大宅子多漂亮 富贵有钱又有什么用 这家的主人周先生都快四十岁了 都还没有儿子 再多的家产也没有人来继承 嗯,你说的也是 祈求菩萨保佑我早日生个儿子吧 求菩萨保佑 哎,夫人,您也不必太着急 我想,只要夫人您心怀慈悲 多多护生,放生 菩萨一定会保佑您生个儿子的 心怀慈悲,多多放生 从此以后,周夫人便积得行善 长情放生,护生的善举 经过一段日子的行善放生后 周夫人果然怀孕了 什么,你有身孕了 嗯,是的 太好了,太好了 十月怀胎,一朝奔明 周夫人果真为周先生生了一个儿子 生了,生了 恭喜先生,恭喜先生 夫人生了个儿子 儿子 哈哈哈哈,我有儿子了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 转眼间,周先生的儿子来愿 周先生便试验款待亲朋好友 请大家来沾沾喜气 哇,这么热闹 周先生家是有什么喜事啊 你还不知道啊 周先生的儿子今天满月 周先生在为他儿子办满月酒呢 啊,周先生有儿子了 怎么,你难道没听说 我听别人说周夫人每天行善放生 结果感动了菩萨,让他有了个儿子 哦,原来是这样啊 周先生,恭喜,恭喜啊 哈哈哈哈,老刘,你来了啊 快里面请,里面请 老周,恭喜你啊 哈哈哈哈,谢谢 快请进,快请进 今天来的客人真多啊 你们一定要多准备一些菜 拌得丰盛一点 先生,先生,你就放心吧 今天我们买了二十几只鸡,绝对够的 嗯 先生,先生,家里准备的羊肉不够了 什么,羊肉不够 是啊 这是怎么搞的 这是怎么搞的 羊肉汤一定要做 佛人今天还说想喝羊肉汤呢 那怎么办啊 对了,家里不是养了几只羊吗 就杀一只来炖汤好了 周先生带着屠夫来到了自家的羊社 就杀这只羊好了 你赶快把它给宰了吧 好 先生,这只母羊怎么还在喂养小羊啊 是啊 前些日子它刚生了只小羊 怎么了 你快把它抓出来杀了 好款待轻友啊 嗯 外傻羊啊,大家都还等着喝羊汤呢 好吧 快点啊 快下手啊 这只母羊屡屡向头夫坐视下跪 似乎在哀求头夫能饶他一命 快点啊 你在干什么 虽然母羊屡次向头夫下跪求生 但土夫还是不 回到厨房后 大厨便将羊肉放进大锅里烹煮 这时候 刚好周夫人带着孩子去看烹煮的情况 哎呀,夫人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羊汤煮好了没有 已经在煮了 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吃了 嗯 羊汤就不是烧开了吗 就在周夫人抱着孩子探身查看大锅的羊汤时 锅子却不够饭了 为唐直见周夫人的脑子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夫人 夫人,夫人 先生,不好了 先生,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啊,夫人,夫人 你快醒醒啊 儿子,我的儿子 啊,这,这是怎么回事 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母羊莲子 这跟先生抬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区别 周先生不该杀了这只母羊啊 是啊 行善事得善果 行恶事必得恶报啊 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让周夫人和刚满月的儿子当场丧命 周先生家的喜事 转眼间竟成了丧事 哎,这都是报应啊 周夫人行善放生才生了个儿子 只因杀心又起才落得如此下场 是啊 放生不生贵在坚持 这样才能修得圆满善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